第四章我要讲绿能永续环境要实践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 资本太阳能光电的这个专区 这个案子过去的捷地儿 大家都知道 没有成功 拖了几十年 整个基地还是闲置在那个地方 非常可惜 那我们改变的方向 从原来一开始 我们要在那边做度假园区 但是我们觉得 台东现在观光发展到这一步 我们其实应该饭店是足够了 我觉得我们把它转型 对土地比较没有压力 可是又可以有效的使用的 所以就推出了这个太阳能光电专区 这整个基地本来是200出头公顷 那因为有人提到说上面有一个湿地 所以大家看到在这个图上面 绿色的这一块65公顷 我们整个把它化开 就是湿地的部分保留下来不开发 另外只用165公顷左右 来做太阳能发电 这样子的基地呢 还是全台湾地面太阳能发电的 最大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招商的时候 做这个国际招商 竞争也非常激烈 那最后由这个得标的这个厂商 他们以最高的回馈比例 我们讲很简单 只要资格符合 谁愿意开最高价的回馈给县政府 谁就得标 那这一家的回馈的这个比例 开始营运以后台东县政府 预计一年可以收到超过2亿的回馈金 而且它可以发出来的能源 一年大概超过2亿度的电 台东一年现在大概使用9亿度的电 所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电 是我们自己可以生产的 我跟乡亲报告 跟各位议员报告 台东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电都是外来的 我们自己台东是没有生产电的 哪一天真的外面也缺电了 限电的时候 我们自己百分之百 要依靠别人的电力 这个案子做起来之后 我们起码一年可以有2亿度的电 让我们自己来支撑我们的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一举多得 不管对经济 对现库 对环境 对绿色能源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 那我也在这里公开的说过 如果部落不同意 因为这个是传统领域 如果部落不同意 我们就不做 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的 在跟部落沟通当中 希望可以顺利 能源的部分我们做很多 这几年其实已经在推 公有轻色的绿能发电 现在也推广到家户的绿能发电 节能减碳 这个是一定要的 我们这几年电动机车的补助 希望它不要是排废气 然后我们的路灯 我们都花了一亿六千万 我们去改成LED的灯 尼泊特之后 我们重建计划里面 有一个种树的方案 我们希望到今年底 我们要种回40万棵树 让台东继续保持 我们全国最好的空气品质 这个空气品质好 真的是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是要花很多功夫 很努力去维护它的 所以维护我们的空气品质 其实环保局这边 要做很多的事情 对固定污染源 或者对移动的污染源 都要有去管制 对那种比较可能造成空气危害的工地 杀石场等等 我们都要去管制 尤其是台东市最主要的 风沙的来源 贝南西 我们贝南西这个水覆盖的工法 现在是得到环保署的表扬的 就是抑制风沙阳城 典范的一个做法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有成效 这几年抑制台东市的风沙 当然环保局常常会很辛苦 像前一阵子 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来 水一多 把这个我们做的土堤全部扫掉 等到水退了 我们要开始进场 找很多的怪兽 进场开始又重新把土堤围起来 结果没有想到做到一半而已 三族又来又全部回了 但没办法 因为 河川这个你就是要让它 保持通红的状态 你不能去做固定的设施 那这个土堤的方法 虽然有时候多耗一点工 可是比较我们投入的 能够投入成本跟产生的效益 这个就是像刚刚跟各位讲的 已经是全国被表扬 希望很多县市可以来学习的一个典范 另外我们做湿地 尤其在乡镇比较能够取代我们的污水处理系统 等于是用天然的污水处理系统 在这边湿地以后沉淀过了 处理过了 然后才排放到河川跟海洋 那我们对环境的保护 海底的浸滩也很重要 我们过去这几年 沙滩上的浸滩我们常常做 偶尔我们也搭配海底的浸滩 因为海洋的资源对台湾来讲 特别特别的重要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富山的这个渔月圣源保护器 经过我们稍微整理之后 现在已经违给民间的这个协会来经营 成效也非常好 虽然开始收费了 可是他们告诉我们的人潮 并没有因为这样减少 大家能够接受保育的这个概念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三波地的管理跟维护 这个也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 因为动不动就会被拿出来检讨 那这几年各位知道 有时候议员也会告诉我们说 民众想要种什么东西 跟你们申请怎么核定的这么晚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一方面 我们推动比较简易的水保申请 尽快让核定让民众去使用 可是后面呢 我们的管理要很严格 我们经常去看你有没有超限 你当时讲说申请是申请这么大 你有没有做超过 或者是你有没有不照 我们约定的方法来做 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稽查得更严 我们的罚也要罚得更高 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 这样的做法一段时间下来之后 其实台中的财阀案件渐渐是在讲 当然我们都一直面对垃圾的问题 这垃圾的问题我想我们有 从几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我们台中的垃圾 过去这十年一直都是有 请外建设的焚化炉来帮我们烧 那另外我们自己也埋场因为快要满了 我们就签中央要经费来活化也埋场 腾出新的空间来 可以埋新的垃圾 但是源头我们必须垃圾要减量 让垃圾减量才有办法能够使用的久 所以我们推出很多比方说线索的措施 民众丢垃圾袋 那个垃圾袋必须要是透明的 这样子我们清洁队才能看到 你是不是里面有落实垃圾分类 因为这样做我们垃圾又减了 然后我们自研回收做得更好 当然需要处理的垃圾量就更少 我们多管齐下来处理我们的垃圾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台中县必须要清运的垃圾量 96年我们还要运47000吨的垃圾 到106年去年我们已经减到35000吨 这个蛮明显的成效 假如我们能够继续再减 我们也认为我们还要继续再减 那当然垃圾的 这个处理垃圾压力就会越低 另外这边看到我们的资源回收率 从以前的25现在到52了 成长了一倍以上 这个都可以有效减少台中的垃圾量 另外我们马上要再做 我们专属的水肥站 各位可能不知道台中没有水肥站 那以前加户我们的水肥都怎么处理 有些公所有自己有水肥车 他会去帮他的公所的 这个乡镇里面的民众去 去把水肥抽出来 那没有的只有能找民间 民间的水肥的业者 但是这些水肥抽出来以后 从加加户户抽出来以后 怎么处理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比较规矩的业者他就到农田去 反正顺便施肥 浇一浇 然后解决掉消化掉 如果比较不规矩的 黑白给你四处抖 你就真的很头痛 所以我们台中准备设置一个 限自己的专属的水肥站 来处理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也在盖一个新的厨艺场 因为现在这个厨艺场已经不服使用了 也常常有臭味 所以我们新的厨艺场 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今年的十月 就可以来试运转 将来厨艺可以吸收更多的时候 他就不用倒到掩埋场去 可以减少我们掩埋场的这样的压力 另外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最终的处置 我在议会曾经报告做出了决定 在我任内台东不会启用我们的焚化场 那不起用我们的焚化场 我们就要有本事 不会造成垃圾危机 除了刚刚讲的外运 掩埋场活化减量之外 台东在我看来长远还是需要一个 真正能够解决自己垃圾的这个方法 因为垃圾运到外间是处理 不太有保证 有当时就会向你说我现在又不收了 或者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又几个月不能收 也埋场迟早有一天要买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 焚化场以外的垃圾处理的机制 所以我们特别去针对环保署 也在推动的MBT 就是机械生物处理技术 去做了实地的考察 然后也现在可行性评估也出来了 它基本上就是用机械 然后生物的方法 把垃圾做更好的分类 能回收的回收 能够这个燃烧的把它做成燃料棒 然后其他的剩下一点点的该掩埋就掩埋 那燃料棒怎么解决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自己再搭配一个气化场 它跟一般的焚化炉不一样 它是先把它化成气 然后燃烧的是气 所以它排出来的这个代曜芯什么的 那个都比一般的焚化场要低很多 气化场以后就可以发电 顺便把你做出来的这个固体的燃料棒 整个把它消化掉 然后发电还可以有一些收入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我就把燃料棒卖给别人 那别人是谁 有谁会愿意来跟你买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台东可能可以帮我们烧这个燃料棒 大概是中华纸浆吧 可是它量没有那么大 它量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要卖到西部去 有没有人会愿意来买 这个都是问题 但是这个都在我们的评估报告里面 我想我可以做的 在我卸任之前 就是很负责任的 把这些可行的方案都评估出来了 然后交给下一任的县长 跟下一届的议会来决定 台东要用什么方案 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到 不同的预算 不同的去化的成果 有一些可以全部围给外面来做BOT 有一些可以想办法跟环保署 争取经费来做 它有各种可能的方案 如果议员对这个评估报告 有兴趣想要多了解 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是要对外做一个公听会 这个我们都是 未来都会持续在做 所以我要为这张下个结论 环境是台东 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个优势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发展观光的 最重要的本钱 所以我们不管从空气 土壤 土地 海洋的维护 我们到节能减碳 到绿能的开发 到废弃物的处理 我们都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让台东可以永续的来经营 永续的来发展 每次都要继续的时间 种类优独的动作 团队 有继续下来 也让我们提供 毫 sú 有继续下来 最后